各位網友大家好 歡迎又來到我們《芒向編輯部》的YouTube Channel 頻道 首先這裡有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各位網友好 以及我家產生的大家好 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 除了來到大台《芒向編輯部》 還可以到二台《徵向部》和三台《浪冷氣》 點讚、分享和訂閱 希望大家留下建設性的留言 這一節其實是延續上一節 《真係西宮華人超市打工血淚史》的第二集 就是《空底超市打工血淚史》 上一集我們就說過 就是那位哥哥 剛剛來這裡 聽說到華人超市打工 十間有十間都是服務 原來他指的舊是有上班 沒有下班 非常痛苦 他原本想到超市分部 這裏最有名的大佬華 綠色超市 那裏做的 他在分部裏做 誰知道就走進入中央廚房 現在就扔到他去做熟食部的故事 不過我們說說第二集的故事之前 當然要讀上一集有些網友的留言 首先第一個就是 咦?一定要做OT才正常? 請問要回多少個小時OT才正常? 不回就不是人嗎? 這樣說 這位A先生就這樣留言 因為這位作者 上一集就說他很不喜歡回OT 對於回OT的文化 十分之不高興 尤其是在做超市 為何要有上班沒有下班 很痛苦 我認為是的 即是說 是否一定要去OT才正常? 這個問題 我也是那句 吃得咸魚抵得渴 當然在加拿大 你來做事 你可以選擇不去OT 老闆就嘗試不做OT 你趕回家 要定時定下回家 臭兒子 你可以用家庭為原因 說我不能做OT 我要回家照顧家人 否則我會出事 看看其他人會怎樣說 沒什麼的 你可以行使你的權利 但這個阿哥 他又要慎 但又要做 真奇怪 所以有些人 就是這樣評論 好心有工就做 大把加拿大年輕人 沒有工做 超市都要做 雖然 很多事情做 但有錢收還要投訴 累的 有錢收是累的 我也可以不做 累的 是的 你是可以解釋不做 正如為何 Tim Horton 那些人喜歡聘請三哥 聘請 international student 而不聘請其他人 就是因為本地人 知道自己的勞工權利 而其他人不知道 這是最重要的 他們亦都初來報道 想比較薄殺 擲和擲擦 當然 最重要是賺錢 其實 根據有些留言 就是這樣說 加拿大在超市那裏做 真的一分鐘都不可以停 但在香港就可以停 所以就做到很累 有個人說 我來加拿大的時候 在ESL 認識到一個北京女孩 真的很美女 她之後 一路上學 一路做超市 大哥說 她做完之後 現在整個樣子都殘了 她說真的很辛苦 沒有停手 香港有得停手 加拿大沒有停手 其實加拿大大工辛苦 香港很多 還說我們少人怕辛苦 連續站10個小時 腳骨都斷 真的不是有個頂倒 我也是在加拿大做第一份工作 我在油站做 當年 都是要站 都是站20多個小時 當然有得坐 但是 我是做深夜間油站 有些酒鬼塞了一個廁所 我要去洗廁所 有些非洲裔的人 有幾多年輕人都在貼 真的很可怕 我可以這樣說 其實每一份工作 都有她的大鑊之處 不是每個人都說 什麼就什麼 每一份工作都是 即使你做抄牌佬 最黑人討厭的抄牌佬 很多人討厭他們 他們都是 給你壓下你 是的 你做每一份工作都有代價 當然 做超市工作 當然是辛苦的 尤其是她現在說的 那個女生 半工讀 你都很過癮 半工讀是很散的 沒辦法 都是那句 你選了這份工作 每個人第一份工作 都是麻煩的 我可以說 你選了這條路 就走下去 走到一個適當的時刻機 你就離開 我只可以這樣說 你做了多久 油站你做了多少 一年之後 是否去到頂無可頂的時候 才放棄 可以這樣說 我去找了第二份工作 沒什麼的 最重要是要儲經驗 最重要的就是經驗 你儲夠經驗 覺得自己可以 你就去找第二份工作 基本上 在這裏 十個有一個年輕人 第一份工作 除了油站 還有麥當勞 天荷頓 就是這些工作 都是這些工作 年輕人的工作 所以我們這裏 很多人是討厭 三哥就是這個意思 三哥 我都拿過了 Tim Horton 工 麥當勞工 不請人 尤其是Tim Horton 工 因為Tim Horton 他是Franchise 麥當勞都還好 所以人們是討厭 就是這件事 我兒子想找一份主期工 作為開頭 給你截祖戶 不請 那怎麼辦 人們就討厭 就是這樣來 油站工 我很記得 我當初做的時候 有一個女生 她說 當年我也是油站工 那個二十多歲 就是大我一卷的時候 令我想起 我年輕的時候 當時我也是第一份工是油站 不要頂 加油 我這樣跟我說 我閃閃眼就這麼多年了 其實每個人的年輕人 都是要捱的 看開一點點 都適當時就離開 好了 我們說回 現在逐集 我們上一集就說 那個人就在中央潮房 那裏調去小菜部 就說有上班 沒有上班 沒有得反抗 現在就說了 唯有做 沒有幾天過內 她就找到 她的切親手指的同事 K哥就回來了 本身就以為 她的工商 就沒那麼快上班 誰知第二天就見到她 一見到她就說 叫哥你好 聽說你切親手指 為何不放假 哥哥就說 沒有啊 休息了一天 你公司沒有賠工商 或者假期給你 哥哥就說 沒有這樣的事情 好像只叫我休息一天 就說吧 謝謝馬Sir 她的受傷情況 是不是都相當嚴重 有沒有一個醫療報告 我不行 我現在很嚴重 你不要叫我上班 有沒有這些 其實是有的 我現在就說 她有另一個同事 立即回答口 可以知道有多嚴重 K哥那天給機器增隻手 血止不了 滴到周圍 都只是放了一天這麼大 其實這句話 就是我剛才說 為何 Tim Horton 那群人喜歡請 這些公簽仔 是這樣的意思 因為這個K哥 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權利 事實上加拿大 加拿大 你公商第一件事 就是要 我公商 就是要走去醫院 急診室 然後問醫生 拿一個公商局 就是勞工局 叫WSIB 然後遞給你的額者 我是公商 那你就可以坐在那裡 幾天 工商批 醫生說你要休息多少天 就多少天 這是規矩 法例是容許你這樣做的 而這個K哥 就愚蠢蠢 他自己不做 他是不知道 他是不知道 所以他就愚蠢蠢蠢回來 正常來說 被人找了好處 就是被人找了好處 這個人是愚蠢 記住 你在加拿大工作 正正經經的工 你傷了就要拿工商 當然有些人是會濫用這個制度 我聽過最瘋的那個就是 上班了一天 第一天上班 去一些 好像UPS也好 大公司那裡做 然後就走出門口 第三個動作 哎呀 我踏破了 你們的床 你們沒有產船 我踏破了 現在我要WSIB 那就回家頭 這麼困難都可以 那些管理層 都有方法移動 當然有方法 之後的方法我就不知道 總之要填方填成 灑走他 過多久 我們不用你了 那就算了 但他也可以坐在家裡 白坐幾天 是吧 很厲害 氣起來 瘋起來 可以 很多古靈精怪的東西 找律師 什麼都可以 我們又說一下 為什麼K哥要回來呢 原來他的頂頭阿姐 小菜奧 小菜步阿姐 就放假了 正好 所以他們就叫 要被迫著K哥回來 K哥可以說不 不過他是好人 好人 即是愚蠢人 這個愚蠢人 就被迫著回來 但他的手就不能濕水 又不能用力 所以我經常要幫著他做事 如是過了幾天 有一天 K哥要請病假 原來就是因為手指傷口 還沒好 所以都做不到粗重 才要去看醫生覆診 但小菜奧 阿姐一聽到 就大罵特罵 有沒有搞錯 突然不回 然後就立即打電話給K哥 我幫你頂了這麼多天 什麼搞錯 就是了 你有沒有搞錯 我幫你頂了 我幫你頂 其實K哥可以發個難 只是K哥愚蠢 打電話 就打電話 我現在怎樣 哪裡找人 說不回不回 吹到仗一仗 被人罵完 然後小菜奧 阿姐 和他們的部門 其他隔離部門 業育部的阿姐 他們很喜歡OT 死都不肯下班 有時忙都算了 但很多時候 他們沒有事就要找事做 一做就要全隊人 跟他一起OT 哇 不是過程的阿姐 是啊 所以他就罵 這個作者就罵了 例如我們每天要準備材料 給隔離部門 大概六點鐘 其實什麼都做了 但為什麼每天OT 要搞到八點幾九點 也挺可憐 是啊 明明小菜奧阿姐 一定會叫我們準備 就是因為小菜奧阿姐 為了自己OT 就叫做 今天的工作都做了 還不是明天才准走 這樣說 明天做都行 一定要做 今天服今天 明天何其多呢 老闆 那他要做明天 他是趨仗的 就說明明知道凍瘡裏面的材料 已經多到裝不下了 根本沒有OT 他們都一樣叫我做 總之就在那裡騙OT 真是 肥瓣油呀 結果那些食材 凍到硬了都不用 這個不是誹謗 是事實 這樣說 當然是 不是那麼好的 但是我也是那句 喂 你可以要求 別人叫你OT 你說不OT 你明白嗎 明白 即是加拿大的勞工法 是你有權拒絕OT 是你愚蠢不拒絕 你大可以說 喂 我不可以 你是否這樣 我去勞工處告你 那他立刻縮 其實很多人都是 於是就說 現在每天五、六點開始 當日的事情已經做了 小菜奧阿姐 就要我們明天做些事情 死都不肯下班 所有切東西 斬東西 粗重 一定叫我們做 那他自己做什麼 執取完少許東西之後 就洗自己 抹台抹椅 扮了東西 抹一抹一抹 就抹了三個小時 嘩 如果我們六點 六點到九點 還在切東西 斬東西 他就洗足這麼久 拿著一支水槍 衝衝衝衝 一路抹東西 就沒有停 抹了三個小時 有一次他就無緣無故罵我 為何我的手推車不同了 為何呢 他說他認得 原底原本的輪是不同了 所以就是沒有 好消息 是啊 但原來其實 作者就把輪子抹了 沒有了一股髒的東西 噢 這也要罵 有時想著小菜部阿姐放了假 我們那些人可以早走 誰知他隔壁的葉育阿姐 就六點鐘打來 推些東西進來叫我們做 就令到他 他們說我們不敢拒絕 就是因為他們天天要欺騙OT 所以就做到這樣 始終會有頂不順的一天 你這樣搞一下 我都說過 你可以拒絕 但是你們不拒絕 於是直到一天 經理層級又來就要吵了 要改善 Cut OT 你們這些傢伙太過分了 於是小菜部阿姐就跟他們說 經理來緊要快點 快點手 今天開始 幾點做什麼 大家要仔細細做 例如 5點至5點9切牛肉 5點9至6點9斬雞 6點9至7點9就要洗肌 快點快點快點 即是假裝了 一定是夠緊的 不是last minute那些 是的 但是每個人都要寫 除了小菜部阿姐之外 小菜部阿姐就只有一點人 自己什麼都不做 這樣說 有很多這些東西 然後就不斷催人 還要捉住那些新人 噢 就說新人做事慢 其中一個叫醫小姐的人 剛剛入職了幾天 即是一兩個月而已 不熟手 就被他屈 於是 屈屈做什麼呢 話說有一天 突然間經理召見醫小姐 就跟他說 你做得很慢 你不適合再做這份工作了 麻煩你回家 這麼壞 發生什麼事 經理說你不夠爽手 你不知道你要做什麼 於是醫小姐就頂不住就爆了 不是我的問題 而是小菜部阿姐有問題 阻礙大家做事 經常叫我們快 我們跟足時間做事 他就把東西放過來 你明知要先做哪些東西 才可以收工 他就叫我們做一些不緊急的事 然後讓他在ROT 他直接突破他 但是經理竟然說 你不要詆毀人 小菜部阿姐 葉玉部阿姐 都覺得你不夠上手 就是 如果不相信的話 打開CCTV看 我看過 你不夠爽手 我說你不爽手就不爽手 炒 就炒了他 為什麼會這樣 有兩個阿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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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搭訕你 然後主管也不相信你 真是可憐 你的年資不夠 那醫小姐就不停在這裡罵 他們一起搭訕你 經理說我不理 總之 今天做事做完 你們硬找一些東西來做 在那裡壓中 直接這樣說 你就是罪魁禍首 就炒了他 沒辦法 被人又少了一個人 然後他又繼續罵 其實很多時候 材料為什麼會搞成這樣 怎樣呢 做材料的 是要四五點 下午四五點鐘 即是一六零零一七零零 才可以出來的 但是又要我們即日整理 即是我們準時六點半 收工收不到 即是上家 葉玉部那班 就拖著一些東西來做 拖到六點 四五點才推給你 切賽部 切賽部就做遲了 於是就有OT 大家一條龍打了龍 通 OT 根據作者說 伊小姐就拖出來 但是 那個經理就不理他 即是說他們想怎樣就怎樣 見到伊小姐被人侮辱離開 作者和K哥 見到這樣 真的沒有聲音 突然間小賽部 阿姐就罵了 罵你們 為什麼不做事 快點 繼續做 不要理他 他要走了 毫無人情味可言 這樣說 但是現在突然間又少了一個人 即是 他們想著會塌 但是怎料第二天一回來 又拖多兩個人進來 原來經理一早已經想著要炒 伊小姐 才搞瘋 那麼大龍逢 個個就收了聲 沒有聲音 過了兩天 小賽部 阿姐又請大嫁 於是 就得回 作者 K哥 和最新來的人 在這裡日做夜做 由於現在 伊小姐都說 新人 但都算熟手一點點 剩下那個就不熟手 於是就由他和 K哥兩個人 一直頂頂頂頂頂頂 頂到癡了 這樣說 但是沒多久就發覺 有一天突然間 一上班 不見了一個新人 去了哪裡 於是 K哥就說要找 他應該去了哪裡 周圍去打拿 找其他部門的人 部門的阿姐 每個人都說 沒有她的電話 找不到人 那怎麼辦 現在剩下那些 其他分店要東西 那些要找人做 蟹樓要多加40磅 誰去切誰去做 終於找到了 竟然一找 就找到三個人幫忙 在哪裏 原來是印度 印度 大件比印度 原來是說 今天我們不夠人 但我們在其他部門照人 這個就是Quality Control 檢查一下你的東西 好不好的 肉食失訴部的人來檢查 看看行不行 QC部門 但是QC部門懂得做的東西嗎? 手探一下二工夫 快點做 於是就繼續在工廠 在那裏做 就要那些人幫忙 切東西煮東西 但是一看下去 我一開始想著 他們不行的 誰知道 每個人都很熟 為甚麼? 原來不是第一天做的事 他們一有甚麼事 就要走過來幫忙 甚麼都幫 但他們不是要做品質鑑定嗎? 是的 而且有些人是做文職的 但為甚麼他們比我這個廚房仔更厲害 都說過了 不是第一天做的 他們要跨部門做的 是不是? 也挺厲害的 然後做一下做一下 突然又多了一個人 這個一看 他不是做送貨員收貨部門的嗎? 在車間做 收貨的嗎? 收貨又如何? 收貨都要做的 所有人都要做 現在不夠人做 我們要走位 不懂嗎? 這個作者就 嘔吵了 他就寫到這裏 這種生態與他所想像的 是不同的 當然經理是有問題的 亂禁給人家 亂禁給姐妹是有問題的 但是靈活走位 大馬尚你怎麼看? 如果有這麼厲害的人 有幾個 剛才你說兩三個 這家公司的員工很強大 每個崗位都能搞定 全部都能做得頭頭是到 這些員工真是不可多得 其實他們是很傳統那種 大家走位 什麼都可以的 萬能老官 每個都是 如果你有多幾個這樣的員工 其實你對於新進來的 你都可以 幾個都可以 或者人手不足 隨時都可以叫到 這些這麼厲害的員工去頂上 這是傳統的華人工作 但是跟這個作者的認知有些不同 這個作者的認知就是 大家要分工的 跨什麼區 你做你的事 他做他的事 怎麼可以這樣呢? 他說那些阿姐玩他們 我是這麼說 你可以拒絕不OT 但是他堅持又要幫他們忙 沒有辦法的 當然 你但是可以說 不OT 會被人解僱的 你可以搬一些東西出來 即是說我家裡有小孩 上有80高徒 我覺得如果你是充足理由 家庭 或者身體 頂不順這些 你再 如果是阿姐 或者主管那些 逼你 你這樣逼我 我向勞工部投訴的 這樣他應該會收皮的 是啊 是可以的 正如我所說 他這個是一個比較主觀的文 他是不清楚勞工法例 所以就被人沒有 那是慘的 那誰叫你是新移民 所以多謝那句 為什麼Tim Horton 喜歡請學生 有些在加拿大的朋友 如果聽到這次傳給他 可能他對他有些幫助 我們這節 或者上一節 是的 尤其是這節 勞工法例是講到明 不可以逼POT 當然 傳統企業 那位哥哥也是有自己的權益 是的 尤其是大佬華 他一定要跟逐勞工法 因為他是被人收購了 而且你OT有錢收 不是間間有的 哈哈哈哈 好吧我們就講到這裡 看看他什麼時候再繼續出來 多謝大家 再見 拜拜 拜拜